台海战云密布 美军第七舰队主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根据最新的追踪消息 如今正在从日本的西南海域 向台湾岛东北方向行驶 白宫早前更一反常态的预告 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会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穿越台湾海峡 那作为回应美国航母里根号开向台海 中国解放军昨天就宣布 要把围台军演的重点 转向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 要重点演练打击水面航母群的目标 那美军一名退役将领赛德里克就形容 台海现在的形势啊 是比96年的飞弹危机更加严峻 最怕擦枪走火 是25年来最危险的时刻 那两军部队目前的范围是非常的接近 如果缺少辩识敌我的方式 或者说缺少彼此沟通的管道 那误判的风险就会非常高 是的面对台海紧张局势 不少的美国专家和媒体都联想到了 96年的台海危机 美国CNBC采访了多名现任和退役的美国军事官员 而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说道 当年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的一系列举动 触发了96年的台海危机 美军派遣了多艘军舰 包括两艘的航空母舰 直接就穿过了台湾海峡 那中国解放军曾经一度对此无能为力 Nothing China could do about it 但是现在情况是已经很不一样了 多名美国前任和现任的军官就向CNBC坦言 当时的解放军技术含量相当低 行动迟缓 没有办法跟美国的军队相比 那海空军不能够冒险远离中国的海岸线 当时的解放军就意识到自己很脆弱 美国人可以直接在他们面前驾驶航空母舰 他们却对此无能为力 专门研究中国军事的前美国陆军军官冯德威表示 中国在96年的台海危机当中吸取了很多的教训 包括致力于建设一支现代化的空军和蓝水海军 那20多年过去了 以前空军几乎飞不出海的解放军 是已经脱胎换骨 进步速度令人震惊 那其实以台湾军力和规模来看的话 中国解放军现在根本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的实施联合反潜 和对海突击行动 只有针对那些拥有核潜艇护航的航母打击群食 才需要进行反潜演练 因此军事专家就解读解放军他们这一次的演习 明显就是直指美军扬言要穿越台湾海峡的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8号宣布 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继续延长进行实战化联合演习 并将重点组织联合反潜与对海突击的军事行动 把演习重点转向演练对航母的打击能力 直指美军航母 我们与多兵种联合构建海空一体反潜作战体系 充分发挥多兵材 协同作战效能 使得广度 深度 精度得到有效加强 解放军在台海进行高强度军演 在这敏感时刻 台湾军方今天在屏东一带实施天雷操演 模拟敌人舰队向岸登陆引来了外界关注 所以我们不论是形势如何 我们平常就是不断地不断地在训练 不断地累积我们自己的实力 这才是保护我们国家最好的一个方式 台军叫后强调 天雷操演只是一次立场演习 大家不需要过度解读 不过有台湾民众则认为 解放军围台军演 台军需要做出反制 中国大陆对我们的封锁 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点反制 然后做个演习 也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台湾是有准备的 希望大家互相的都能够克制 镜头转到美国 早前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美国总统拜登 解除隔离之后 第一次就解放军在台海进行围台军演做出回应 被美国媒体提问 是否担心台湾的情况 因为中国似乎把台湾全岛都给包围起来了 拜登说 他不担心北京的回应方式 只是担心解放军会把行动常态化 不过他不认为解放军会有进一步升级行动 而美国国防部在记者会上则表示 中国围台军演是一场制造出来的危机 目的在于威胁台湾和国际社会 美国不会上钩 那中国的做法也不会有效 台海局势紧张 一场恶化的中美风暴恐怕正在形成当中 在解放军持续加时加点的进行围台军演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国庆限辞当中就形容 就地缘政治环境来看 前方的路并不容易 在我们的周围一场风暴正在聚集 中美关系正在恶化 而问题相当棘手 两国的参议很深 双方的接触有限 这种紧张局势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善 而对形势的误判 很容易就会让局势变得更糟糕 那基于解放军展开了对台湾周边海空域联合火力对地打击 到远距离的空中打击 再到最新的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军演 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宣布军演的结束时间 香港媒体香港01就在一篇评论当中指出 解放军这次的布阵军事行动的连贯性 可说是中国建国之后持续时间最长 规模最大的一次 而这显然是要打持久战的战备状态 而从中国政府回应佩洛西访台之后的行动当中 可以看到中国铺牌的节奏性和针对性 已经表明它根本没有在考虑速胜论 而是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 请不吝点赞订阅